受关闭疫情影响,本地零售业受到不小的冲击 不过一些二手商店销售业绩出现反弹 甚至回到了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 名牌包包,卡拉OK系统,甚至烘焙设备 在这家二手商店都被抢购一空 商家透露经济不景气反而帮助了他们的生意 不过疫情让货品更便宜 使得一些潜在的卖家变得更加谨慎 这家二手店转向购买大量的退货 或者是那些没有从电商平台上支付的商品 这类货品占到整体的两成 此外,他们也通过扩大在线服务 和抵空可天送货服务来刺激销量 这家二手服装店的网店生意红火 网上的销售和阻断措施之前相比 还翻了一番,有助抵消他们实体店销量的下降 我们不能控制材货品我们收获得 我们工作在很高的线 我们没有做任何清洗 所以这就是责任的购买 要洗它之前他们实际上购买它 我们主要购买大量的购买 他们经常购买二手店 自六月份重新营业以来 卖家通常会在产品定价以后 一两周之后拿到钱 这也帮助缓解他们因为疫情 造成的现金流紧张问题 我已有专业以后